北京时间8月26日 万众期待的JCK战绝城 百万赏金赛轻量级决赛即将打响 此次比赛将由来自塔吉克斯坦的阿吉 对决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摔跤高手 埃伊加克·阿肯别克 争夺百万奖金 这场比赛对埃伊加克来说 不仅是争夺百万赏金 同时也是自己的复仇之战 他也期待着战胜阿吉登顶中国区轻量级第一 自2020年8月22日至今 阿吉已经来到JCK战绝城三年 2020赛季他初登战绝城擂台 便四连胜一路杀进最终的决赛 可惜以分歧判定的方式 惜败巴拉金与赏金无援 2021赛季阿吉折服了整整一年 不过也一直保持着训练 不断倾信自己的技战术 2022年回归后至今他再次拿下四连胜 两个赛季九次出战八胜一赴 赢下了伊布格勒 艾利 阿伊加克 傅康康和穆苏努尔铁别克 这样的国内高手 也将自己的排名一步步提升 目前在权威战绩网站Topology上 排名中国区轻量级第一位 阿吉有着顶级的地面技术和精湛的拳法 战绝城的八次胜利中 他五次降服获胜 其中四次都是在第一回合 仅有的三场判定 也用强大的地面技巧统治了比赛 JCK官方也称其为地面魔削之王 去年6月18日阿伊加克和阿吉第一次交手 阿伊加克以判定的方式不敌阿吉 在这场失利之后 阿伊加克一直憋着一股劲想要复仇 他也通过刻苦的训练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 比赛状态也越来越好 短短的一年间他已经六次出战五胜一赴 也将自己的排名打入了Topology中国区前十 提升到了第五位 这场比赛对阿吉和阿伊加克来说 无庸置疑是职业生涯至今最重要的比赛 当得知要再次对决之后 两位选手便第一时间地开始了针对性的备战 两人曾经一起训练过 也在比赛中有过一次交手 都是十分的熟悉对方 那么究竟露死谁手 百万奖金又会花落谁家 让我们一同期待吧 8月26日的比赛中 联合主赛将是一场明亮级对阵 有两位散打高手展开对决 24岁的郑伯切 对阵32岁的边野 两位都是国内擂台的常客 郑伯切虽然只有24岁 但是已经拥有着40场比赛经验 职业战绩为28胜12负 在战绝城也已经拿到三胜一负 他也在Topology中国区 142位营养级选手中排名前十 边野是散打高手 也是一名退伍军人 两年前初登战绝城的擂台 他便创下29秒KO获胜的生涯 最快终结记录 后来他因一系列原因短暂离开了赛场 此次付出也是做足了准备 势必要强势回归 距离比赛还有10天时间 北京时间8月26日 让我们一同期待吧 阿吉与阿一加克 谁又会是最终的百万赏金得主呢 边野又能否强势回归 宁夏郑伯切这位年轻的老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金顿